当地时间6号 白俄罗斯总统卢凯申克表示 哈萨克斯坦目前发生的一切令人担忧 骚乱背后有外国特工的精心策划 卢凯申克透露 当地时间5号夜间 不仅阿拉姆图机场被占领 还有人同时企图占领努尔苏丹机场 以阻止吉安组织的援助到达 哈萨克斯坦国土幅员辽阔 而这次的抗议行动 在相距遥远的多个城市同步展开 明显有外国干预的特征 俄罗斯外交部6号也发表声明称 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骚乱 是由外部势力煽动的 企图破坏哈萨克斯坦国家完整 为了达到目的 外部势力还组织了武装行动 俄方将协助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 开展反恐行动 帮助哈萨克斯坦尽快恢复 正常的社会秩序